好,很好,好,好,很棒,所以都可以了,对不对? 我们第16课的课文已经看完了,那我们现在来看第16课的文法。 好,在这一课里面呢,我们会有三个文法,那第一个是就什么什么了, 第二个是有的,有的,so some,some, 第三个是而且,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怎么怎么了,好,so if you use就怎么怎么了, 很快,很早,很快,好,很早,very early, so that's the meaning, oh,this thing is faster than you expect,比你想的还要更快,比你想的还要更早, ok,so what's the meaning,如果你每天都是八点去学校,every day,你八点,你去学校, go to school,every day,但是你今天呢,今天,你七点就去学校了, 哪一个比较早,今天比较晚,今天比较晚,对,七点比较早,这个比较早,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来看,妈妈,她说,你弟弟在哪里? 是弟弟。 对,所以妈妈可能找不到弟弟,妈妈就说,你弟弟在哪里呀? 在哪里? 所以哥哥他说,弟弟今天要参加运动会,你们记得参加,对不对? 对,很好。 那什么是运动会,你们也知道,对吗? 在运动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做什么? 说,说,说,很多东西。 对,做很多东西,很多运动,对不对? 可能有跑步,可能有跳远,可能有跳高,所以在运动会,我们会做很多的运动。 好,哥哥说,弟弟今天要参加运动会,所以七点他就去学校了。 OK, let's,比他每天,every day,还要早。 so,early then,the normal day,比平常还要更早。 so, that's why,here,use 就 something了。 他七点就去学校了。 可以吗? 因为他比平常,平常是八点。 但是今天,today,七点。 OK,所以哥哥说,所以七点就去学校了。 好,我们来念一下。 好,来,我们来念一下。 好,我们来念一下。 好,好,我们来念一下。 好,我们来念一下。 好,它每天呢,都是十二点。 睡觉 so 每天everyday 12点的时候睡觉 但是他今天 10点 就睡觉 哪一个比较早 10点比较早 还是12点比较早 10点比较早 对 10点比较早 好 所以A 他说 你今天为什么 7点就来公司了 so 为什么 A他会用 就的的的了 A他说 你今天为什么 7点就来公司了 Why A use就 something的 因为A 是 10点 to be office earlier than before 对 很好 yes so he need 就 something Yes you are right so maybe B come everyday at 8 or 9 7点 is earlier than normal so that's why A you use 为什么 7点 就来公司了 okay 好 so B 说 我昨天 太累了 I'm too tired okay don't forget this le is le tai tai something le so to something wo zuo tian yesterday tai le sidian 就睡 sidian so ni jue de ta ping chang shidian isi his sidian jue jue shi jue jue sidian jue league jue jue shidian ok 好 所以今天早上五点就起床了 为什么这里他用就something了 为什么